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综艺上也愿意也其他人说相关的故事 大家不知道的是 其实出演选宜时候的王林只有三十几岁 还正值青春好年华 只是因为要塑造角色 她当时的年龄看起来就老了许多 要给比自己小不了多少岁的林心如也妈妈 如今的王林已经51岁 最近她也参加了综艺节目 突然在心动 作为经历过坎坷婚姻的女性 在这档节目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爱情 参加节目的时候 王林有许多的顾虑 因为她不像是其他的女嘉宾三十几岁 她在年龄这方面有很多的考虑 在节目中她直白地问黄毅 找男朋友是年轻的好 还是年纪大的好 黄毅说 心智成熟的就好 年轻也没有关系 这才让王林放下一颗心 因为年龄差距是否影响婚姻和爱情 是王林的一个疑问 对于自己为什么不敢恋爱 王林也对此做了一个剖析 主要原因还是在年龄这里 每当她面对一个男性感觉还不错的时候 就会想起自己的年龄 好像这个年龄已经不适合再去恋爱结婚了 在这档综艺中 她的约会对象比自己小七岁 这不算是很大的年龄差距 但是她依然会问对方会不会嫌弃自己 因为对方完全可以找一个年轻女性 而自己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看到这里 不得不说年龄焦虑是 所有女性都在担心 并且切实体会到的东西 王林在娱乐圈中 已经是保养非常好的女明星 身材很瘦的同时 还有马甲线 平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 从这一点来看 其实她本不该有年龄焦虑 因为她已经比同龄人来说 有太多优势了 但是在真的说到自己的时候 她也会把嫌弃这样的词汇 用在自己身上 好像自己已经真的成了一个老太太 面对这样的质疑 宋丹丹也安慰她说 年轻的不如你有魅力 但是这样几句鼓励话 也很难让王林抛弃年龄焦虑 王林很少会提到自己的感情生活 大家都知道王林有一个儿子王若 却对他的婚姻了解很少 据说儿子是他和第二任丈夫生下的孩子 在没有婚姻的许多年龄 王林的生活基本就是拍戏和儿子一起生活 在挑选约会对象的时候 王林很实际也很小心 两位素人都很优秀 在身份和资历方面来看 都比较适合自己 但是年龄也成为了他的一个压力 王林的儿子很优秀 已经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冥想 所以儿子离开之后 他切身的感觉到了那种空落落的感觉 也正是这个 让他明白人生需要一个伴侣 一个能够在工作回家后 可以看到的人 对于走出半生的王林来说 他早已经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 只是年龄等原因让他有很多顾虑 也希望王林能够通过节目 找到自己后半生的伴侣 收获爱情和婚姻 点击关注 找我的时候 不会迷路我 免责声明 以上内容 纯属个人观点 仅供阅读参考 如有涉及到侵权 请联系作者删除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